在總統上任之後 不只新南疆政策 我們財商的預算 明顯的是過去最高的 而且逐年增加 不要講預算 我們連總統在聘國策部門的時候 因為財商身份入選國策部門之後 人數都破了以往的紀錄 三位說對不對 我都沒聽到說 立法院有專門的這個台商的去期 那可能政府這個宣導的還不夠多吧 我們也架起了 這個立法院台商自由會顧問的平台 這個平台要做什麼 就是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平台 讓台商的問題 在這個平台上 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應 變身的就是最近被處境 因為最近有入境名額的限制 那很多人因為疫情 兩年沒有被回來 所以他就會喪失自己很多的權利 那這一塊呢 政府一直都沒有 很有辦法的脫善來進行 因為你這個 這個依照憲法的規定 人民有圖簽的自由 你沒有辦法 這個限制人民不可以進出 那你現在限制了 又幫他去除掉了這個出席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參加過這個平台的都知道 我在開會的時候 只有一個要求 沒有那個提出問題之後 找不到答案 我的家人也知道了 很多人啊 很多很多的台商 現在都遇到了這個情況 的部分 都被除激 好像都沒辦法回來 我相信不論是海外台商 還是國內企業 大家只要團結一心 緊密的合作 發揮優勢 一定能夠開創 各國的發展空間 可以讓台灣 持續的回向實踐 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 關鍵力量 第一個投票不能投 第二個呢 他比如說他自己是買房子 他用自用住宅的 那他就不能用自用了 他就變成是一般的稅業 那個就會差很多 那他有小朋友要讀書的話 那他也會遇到這個困難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自己 這個小朋友過去沒有 他今年要回來不學的話 可能就會有困難 那在勞健保的問題也是一樣 一般延長 就是更長時間沒有回來的話 他還要經過半年以上 才能恢復勞健保 那這樣其實對很多台商 是很不方便的 很多的權力都受損 那政府一直沒有辦法去 解決這個問題 立法院有一篇文章就寫 那時候我有喊出來 推動在即投票 那國外都有 美國都一直在做 那這樣子就會剝削 我們一些投票的權力 還有各種的權力 在海外 尤其在美國的台商 有很多是支持民進黨的 他們也因為這次普及 一直都在罵民進黨 我覺得為人民去保有他自己的權利 這個是應該的 而且這是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力 今天他用了一個特別法 因為入境人數有限制 然後限制台商回來 那他讓航空公司不賣票 那這樣子得是間接去 對我們的權力 這樣其實有危險之心 好 我們看到這位台商投訴他講了 其實他講的正是活生生正在上演 這個有影響到什麼 包括彰化 因為台商人數 這個眾多嚴重到回不了台 結果整個彰化沒有辦法升格 那台北呢是天母嵩山 還有市益區台商人口比較多 因為除急就快速的減少 到現在沒有解決 那現在還有這個機票的 每天都有限制人數 譬如說一週限制4500人 那我們的台商還要跟外國人競爭 所以呢 老師您覺得這個除戶籍 當然今天內政部長有說 如果你超過兩年沒回來 我們放寬限制到四年 你四年內回來 我們都幫你恢復 可是他們說實際遇到就是 回來之後光恢復戶籍要半年 健保要半年 那小孩子要忙著上 要馬上上學 完全是緩不計極 對 我聽到剛剛那一位台商的 申訴者真的很難過 因為我們會覺得說 因為這一次三年的疫情 所以並不是那個台商 不去遵守法令規定 而是沒有期待可能性 也就是說不能期待 他就這麼做 而且事實上 從那一邊要出來 跟我們這一邊 怎麼不想他進來 還有這一些規定的限制 所以真的不能期待他 不能期待他 然後結果這一些規定 本來你行政機關 應該積極主動 去台商解決問題 兩年 然後結果到了 變成改為四年 或者是中間的多少生效 這個就是需要行政機關 積極主動 站在台商的角度 去做一點回應 這本來就應該這麼做了 結果他完全不這麼做 然後這個當然會牽涉到 剛剛那個申訴也提到的 租稅的問題啦 甚至以健保的問題 甚至以包括 跟我們民主制度發展的 投票的一個行為 投票選 這個當然這個呢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政治因素 當然我們不願意 往這邊去猜 可是如果真的是這樣 那真的又是再一次 行政機關利用他的行政措施 然後來去阻擾人民的一個 投票的一個情勢 如果真的變成這樣 那真的就是一個行政機關的怠惰 那這個行政機關的怠惰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違憲 而且在行政法上 也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老師再補充一下 這個關於 譬如說內政部長徐國勇 他明明可以幫這些台商 解決除戶籍的問題 就是盡快恢復 就像這次柬埔在 很多人被騙去 或者是自願去 那都卡在說我人救出來了 結果在移民局 如果沒有馬上拿到護照 沒有辦法 中華民國的政府 沒有辦法趕快協助護照 再申請很快速的申請出來 在他們移民局那邊 官方還會再把你賣掉 那所以老師這個 這個也就是我 要監督吧 我剛剛提到怠惰也是一種違法行為 就像一個馬路上 有一個坑洞在那裡 然後人家已經也給你送回來 然後你就一個非常拖 然後結果沒有去趕快補救 結果也沒有做一些個緊急告示等等 結果造成人民傷害 那這種帶頭行為 在我們行政法上 也就會認為是一個違法行為 甚至已經造成人民 基本權力的傷害 像投票 投票是人民的基本權力 如果已經造成這樣的傷害 那它的影響性 又會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會覺得行政機關 應該更積極 對 應該更積極 尤其是因為人民沒有辦法 去遵守法律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甚至於組繪中心 都可以在這邊表示態度 然後行政院應該站在一個 各部會協調的角度 幫台商去爭取他的權益 那台商站在人民的角度 然後他應該可以主張 那我希望我可以透過 我們民間特徵組這樣的一個節目 媒體來去聲張 他們應有的權利 是 其實台商還告訴我們 他們很多在海外的回不來的 不是只有說不喜歡現在的執政黨 其實有很多是 支持現在的執政黨 但是因為你把我卡住了 讓我做事 生活想要見見親人 都非常的不方便 真的恨死了 乾脆就不要投你了 但是蔡政府對這一群人 好像也沒有表示照顧的想法 他們不要把它推到說 哎 法律就在那裡 所以法律規定我沒辦法配合 不要忘了行政機關在這一邊 如果他要把它調整過來 行政機關是有很多的主導權 尤其我們有一個特別條例 防疫的特別條例 這個是又因為防疫造成出來的 本來就可以從這個角度去 行政機關如果想要做 是有很多措施可以去的 積極主動去回應民眾的需求 是政府應該做的 可以去做的 要做一件事 我會說 但是讓你把它出現 我可以做的 你要做這個 有很多事情 我可以做的 這件事 我可以做的 其實很想要做的 因為我和這個人 不然有一個人 這樣想要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